姚池金母 汉武帝内传中 在有新王母四汉武帝 三千年结果之盘桃室 从此 新王母开盘桃会的故事 深入人心 1968年春 松山慈慧堂堂主 郭叶子 蒙姚池金母慈恩赶照 至成开办普渡济世大业 与众多信徒的无私奉献下 堂物蒸蒸日上 声闻辖尔 金母殷幼之柱 姓名奉道之前 为本堂发展迅速的主要因素 松山慈慧堂 位于台北市经贸索要 信义区 与世界著名高龙 台北101为林 南带四寿山 虎山鱼脉 其风耸立万石争荣 东枕摩指山 南港山 群山静秀 盘更绵延 拨入山门 云飞风轻 视野辽阔 成为仙山楼阁之禁地 本堂依山取势而建 妙宇为鹅 高耸云天 殿吉铜瓦覆盖 吉昂高赤 搭配两侧的塔式中鼓楼 更显气势磅 雄伟壮观 圣殿前 十二生肖白玉栏杆 异域慈悲为怀的王母娘娘 庇佑十方信众 广度有缘 嵩山慈慧堂 大殿间隔三才 无极圣殿 主寺姚池金母 右看灵霄宝殿 奉似玉皇大帝 左看虚空宝殿 奉似地母元君 看前同寺 观音大士 观圣帝君 福佑帝君 天上圣母 福德上宫 以及姚池金母的左右护法 二郎神与齐天大圣等 诸天圣贤先佛 以镇定济世 卦欲群离 本堂占地一万多坪 名列台北十大庙宇之一 堂内神殿各有所似 因十方信众 因应尽其 五路财神殿供奉天官大帝 姚帝 武财神赵公明 文财神忠臣笔干 南山通立财神祭伦 北辅纳库财神沈万山 忽佑信众谋士顺利 投资得宜 财运亨通 文昌帝君殿 四奉文昌帝君 奎斗新君 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 庇佑新兴学子 开启思路 启发智慧 学业猛进 金榜提名 太岁新君殿 供奉斗母援君 并且举行声座大典 诵经焚香礼拜 为善性大德服务 以其四食无哉 本堂一队 常年服务于 本堂的善性大德 特赦功德堂 内有地藏王殿 供奉着地藏王菩萨 度人无数 母娘高居府下 犹如一轮明月 普照万物生灵 九生十类 七寿慧 很难想象四十多年前 四地荒芜如野地 锅叶子堂主 奉母娘之御 披荆斩棘 兼兴建庙 使化荒芜为道场 我这个东西 全部是于新竹上来 挑上来 你看以前在那个 以前福德街这个马路 是没有路的嘛 我们都为那边小路 放在福德街的那边 要用挑路 晚上的时候 要挑三步 三台发载 动拨 大丸 你才会适合 检堂的过程 好比艰困的修行 母娘指引的宝地 是当地民众口中的蛇血 有时夜巡 检查水管 巨蛇 还会来个不期而遇 风灾大雪的侵袭 更是抑制的考验 开一条路 开到外面出去了 开一条路 开后 做大水来 整个路都流了 要再做一遍 历经五年的开山建庙 郭堂主和师兄师姐们 同心协力 克服了许多磨难 为四寿山的好山好水 增添许多光彩 我们的廟不是跟风修胸拜拜 主要我们做的是教育 文化 历史 艺术 厉害 爱心 教育 1983年6月 本堂为培养读书风气 鼓励青少年向学 提供一般大众阅读书报之所 特别设立了 占地四百余平的图书馆 让信众在敬拜之余 也能沐浴之事 洗涤心灵 自2005年 建堂三十五周年开始 本堂扩大举办 兼具民俗性 教育性 社会服务性的母娘文化祭系列活动 以求风调与顺 博泰民安 为全民执福祈福 为十方孤魂引渡超剑 姚池金母玩家 在文武镇头 以及数十辆各式主题 一格花车的错误下 游行台北街头 上百尊的神将 和三十尊的武师同时演出 途中并发放母娘福袋 沿途民众涉案举相膜拜 可以说是台北市 规模最大的宗教盛事 也是最具观光价值的 宗教嘉年华 本堂令智力推广文化建设 促进社会和谐 那与每年同时表扬 修解代父母职之孝涕改模 转母爱为大爱的慈悲改模 以彰显金母信仰中的母爱光辉 已经参加过 好几次的活动 我内心还是非常的感慨 因为从我认识郭堂主开始 我就发现他可以说真正的把慈跟慧 这两个字完全能够实践 慈当然是慈悲为怀 慧呢就是慧慧师众生 也就是能够往外来扩展他的信仰 并且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受惠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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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往前 我们到那边点白米 取之社会 用之于社会 本堂深感每一笔捐款 都是信众成敬的奉献与期许 秉持着善款十方来十方去的理念 成立松山慈慧堂爱心基金 长期关怀社会弱势团体 致力地方公益赞助 诸如东陵救助 贫困补助 颁发清函奖学金 国际赈灾救援等等 结合地方善性和政府单位资源 兴办公益慈善与社会教化事业 我们过去很早期的时钟 那时候两岸也不说交流真好 和火大水的时候 我们就是建设这些学校 建设学校去好所有孩子用的东西 我们全部都做到便便 让他们不能挂开的地方 再来就是说 不管是苏地兰卡 当初海啸的时候 我们也有到马来西亚 祝贵堂在那里 有一个祝贵村 有用到这个 有几个边 马来西亚也有这个宜震 我们主委团也都拿去那里保持 因为苏川的地震 我们也一时第二天 我们就已经去到那里 去替他们做很多的事情 还有去那里 把那些圣经敲锅 或是付出的这个事物的金钱 因为中中我们都付出很多 所以我们主委团在做的 不是说我看得到 我没有去做 就是我看得到 我们了解 我们就去做了 像说日本海啸时 第一天 第一天 第二天 我们把我们的火锅 就用这个南轮潭 几个火锅和水 就随随就起到这个既定 和日本的时候 我们都是速度 也是最快的 这个时间来送给他们 除智利社会公益慈善活动 本堂为提倡民俗技艺文化传承 与丰富大众人文生活 也于每年春节 接续举办了 云南 四川 和陕西歌舞杂技表演 金龙年从大年初一开始 陕西杂技团 在本堂一连表演十天 总共二十场的精彩演出 带给台湾信众 新颖奇特的视觉响念 这时期确定 这个团队 不管是在外国 会在那里走 我们在外国的时候 都很愉快就是 我们的团队 大家很辛苦 他也是希望 他自己有能力 出这个经费 去市主委 要给他们出这些经费 实在是比较难 我们的经费 真的是不够用 也希望说 我们这个团队 自己有能力 来出经费 出外国去 做公共 去把这个文化 艺术的艺术 来祈福 来赏 来赏 美贼的国家 需要的所在 1993年 奉金姆之遇事 为弘扬中华道统文化 推动慈悲 济世之盛业 本堂结合了社会 协达人士 成立中华道统慈会协会 凡于推广道统文化 有所必义之各项慈善工艺 文化教育活动 本堂皆不宜余力协助办理 令本堂还设有国乐团 道经团 武道团 神童团 志工团等社团 使本堂在办理各项法会庆典时 均能透过社团全体志工力量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主委团不拥有这么多团 其实来说 是很担心的 和这个党党 也社会大家都有关心 关心说主委团是做什么好事 其实做这些事情 为每一个人 的正心教徒 家庭 事业 都是这么大的帮助 本堂行善宏道的足迹 遍及两岸 二十多年前 郭堂主在母娘的旨意下 前往一千四百年历史的 甘肃静川王母宫 进行寻根之旅 静川县政府方面 与中国道教协会 也配合举行了盛大的 欢迎和庆祝活动 是当年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 盛世之一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三清殿落成 开光安座 本堂再次祖团前往 举行庆程教仪 隆台两地相隔万里 却因母娘信仰 欲发紧密 致力于教育 慈善和义文 以及两岸交流活动 本堂不只是 取高和寡的净土圣地 在郭堂主和四方信众的努力下 更走出台湾 迈向世界 不持道教政法 2012年6月13日 位于纽约法拉盛大学典的慈绘堂 新殿落成